歡迎大家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另一類的事情 就是這個偶像 一個嚴明熙 他有一個宣言說 25歲前寧戀愛 這件事都頗有趣 還有說說 讀女校是否好不好呢 就是單性學校好不好呢 還有 現在新一代又怎麼想呢 我覺得這個很聰明 A0要獎金 回想起來 林敏聰有一個訪問 我覺得很有趣 下樓上司一族 裡面他有說過 以前他小時候不知道 當然要先獎品 獎品就是說 我要美女 我要結婚 談戀愛 但到現在老了 他就覺得 總之要先獎金 所以有些時候 香港人之前幾十年 是很順利的 差不多你做什麼都很容易賺錢 到現在 開始不同了 社會不同了 原來機會越來越少了 以前 可能拍劇 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發財了 但是 你看到社會趨勢變了 慢慢 越來越困難 那些人就會開始覺得 不是 有錢在袋 實際些 現在的年輕人 有些聰明的人都會這樣想 這位嚴明熙 這兩年 又是歌唱比賽 彈了出來 這兩年 就有很多東西去拍 廣告 最重要 真的有很多廣告拍 起跳價 一年代年都要一百二十萬 其實來說 現在的測試度 都不錯 一場表演都要十幾萬 她最近 她的孤長看得很嚴 她就說 25歲前 不要拍拖 我最近看了一件事 就是說 一個女生做了Sugar Daddy 就是找了Sugar Daddy 有人贊助她 日本都很流行 有些人 有錢 就包養那些女生 她的問題就在這裏 我看這個案子 她是不想被人包養的 她在家裡是有能力養她的 但為何要出這些問題呢 就是家庭和諧 有家暴 還有她的女生是讀女校 她有很多東西不知道 細圖很險惡 所以如果你太早拍拖 其實真的有這個問題 有很多家長都不讓你拍拖 但是現在不是的 小學已經開始拍了 甚至有些誇張到幼稚園 已經開始 記住了 那次我去我女生日會 我真的很奇怪 有一個男生 家長是給她的 是記住她的女生 很好笑 她去到哪裡去到哪裡 是真的這樣 我真的打了頭 有些這樣的事情 當然 小孩子可能都是玩的 但是如果你太早談戀愛 其實真的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尤其是讀女校那些 她不知道社會是這樣的運作 她在一開始就想著 很小事很小事 但是有時候 你變成 你對拍拖很隨便 或者什麼 那麼越來越 水平就降低了 就會認識一些古形精怪的人 這個就是 重點就是 你認識朋友要很小心 不可以亂認識 跟同投資一樣 但是不要亂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 25歲前 寧戀愛其實不錯 可以專注自己做的事情 還有 社會上 有機會 不是經常都有 我們現在這段時間 是比較困難一些 你看到投資什麼都不是特別 特別有出色 所以 更加要珍惜這些機會 尤其是年輕人 如果你聽到這段 你說是年輕人 不要放過這些機會 拍拖戀愛的這些 就是順其自然 如果有就沒有 但是最好 就等年紀成熟一點 因為 如果太早 你很多時候 選了那些都不行 或者不能夠長久 那麼久而久之 拍拖幾次 就慘了 每個人對感情沒有信心 慢慢對感情沒有信心 才是最大的禍害 太早拍拖最不好就是 就是 完全對家庭 或者感情 是沒有信心 那你到後來 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就會影響你一生 即是你已經不再信任愛情 或者 這些事情 那個禍害才厲害 所以太早拍拖的問題就是 你根本找不到對的人 那太遲又不行 太遲又不行 譬如說 你到三十多歲之後 是挺難的 就是 因為很多事情 都有你自己的性格 遷就不了人 你很難跟別人相處 所以單性學校 我發覺是這樣的 單性學校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在這裏都不知道 單性學校對異性的看法 你的感覺是過分強烈 有時候 那些訊號 你看錯了 即是說 表錯程 要不就是 你把這些訊號 過分擴大 即是說 它對你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你覺得很有意思 別人已經說了拒絕你 你還未知道 浪費時間下去 因為一路苦苦糾纏 很多時候都是這兩者之間 即是 別人對你的拒絕訊號 你感不到 感覺不到 或者你太過敏感 搞到情路很波折 所以太小拍拖就是這個問題 見得太少 還有單性學校也是這個問題 我也經常以為 那些女生說話一定對 一定是真心話 原來不是 原來有些時候 她說可以跟你在一起 是不需要說出口的 以前蠢得 一定要別人說出口 是還是不是 先問到別人很清楚 到後來已經不用這樣 可以還是不行 其實已經感覺到出來 如果你連這些感覺不到 那你就錯了很多機會 還有很多時候就撞板 所以我建議 就算是單性學校 都真的 社交圈子比較寬 去認識其他人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已經發現了這件事 我讀南校 大概去到 中四、中五到 已經覺得很窄 認識那些人很大問題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以前你會覺得很容易 很容易拍拖 但隨著你年紀增加 其實你的機會率是越來越低的 很多人沒有說 只是叫她去讀書 小時候 但她在社交圈子 做得太小 如果一些活動 其他事情都沒有 那就糟了 自己封自己的路 最後就很難很難找到 找到拍拖 因為我看到有些都不是年紀大 二十幾歲 二十幾到二十七八 已經很難找到拍拖 是很難的 全部都要靠人事 靠別人去介紹 所以你去到這個位置 兩樣東西都要平衡 你在專注自己的事業之餘 又要平衡到自己的拍拖 但我建議不要太早 因為看完那段時間 我都覺得很慘 所以你的理財知識 你的社會的人生月曆 都需要提升 否則很容易被人欺騙 就算你存到錢 你很容易被人欺騙 或者你的人生會很坎坷 有人問我 怎樣去改運 運是否有得改 我有兩段會出的 第一段就是 怎樣可以改家宅運 這個會說 不是風水上的 第一就是怎樣改家宅運 第二就是怎樣改你自己本身的運 這兩樣都是很有用的 我希望大家 記住 未訂閱的話 快點訂閱 按一下小鈴鐺 有新片馬上會出 還有 下面留言 討論一下 支持一下 或者將這條頻道 帶給其他朋友 裡面有很多我豐富的經歷 很愚蠢的經歷 希望可以警戒其他人 不會犯這種錯 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 或者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或者在投資上 有些覺悟 有些什麼問題 可以改一改 這樣就可以度過這段時間 因為這段時間是蠻複雜的 疫情又沒過 過下又沒過 昨天港股突然大跌七百多點 最後就抽上來 說內地有些疫情的升溫 究竟會怎樣呢 美國留意 這個星期是異息的 之前 我覺得這些資金是看著時間表來做的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有什麼呢? 在下面留言討論 有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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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呢?